时隔一年,爸爸去哪儿第六季,终于终于宣布即将烧泄了。 最让人惊喜的是上一季的人气父子陈小春和Jasper也宣布回归参与录制。 8月14日,陈小春接受媒体采访,趁这次的回归主要还是Jasper自己的主意。 他很想念上次一起出去玩的小朋友,有跟我们讲过想带上爸爸去哪儿,一起去玩,在和英才儿商量之后才答应拍摄。 在娱乐圈这么多年,陈小春很清楚圈子里的辛苦,夜深而舆论能造成多大的伤害,曾经兼不怕弟不怕的大哥, 却在自己的儿子要面对镜头,接受观众的关注的时候,害怕了起来。 陈小春在录制《爸爸去哪儿舞》之前就曾有过担忧。 节目不出之前还拜托王六不要骂Jasper不要攻击Jasper不好看,有什么都冲他来。 他还坚决反对儿子将来进入娱乐圈。 我们已经坐了也不少年,那个圈子太辛苦,太辛苦了。 爸爸去哪儿舞收官之后,陈小春表示故不会再继续录剧,不想Jasper过多暴露在公众面前。 这次第六季的突然回归,着实让人惊讶,还记得第五季的明场面,陈小春心急赶着去分道的房子, 对落在后面的儿子很大声,吼了一句, 摄像大哥都被吓一跳,而Jasper小泉就拿着大浪大气冰神弦,又带着点委屈的跟爸爸说, Can you stop down? Why now? 这一幕逗乐了奔着脸的陈小春的同时,也蒙化了屏幕面前无数姐姐妈妈们的心。 Jasper人气这么高,让陈小春有点惊喜又自豪。 或许也正是因为网友们对Jasper的喜爱和善意,让陈小春暂时放下了对Jasper拟不透风的保护照。 之前担心自己儿子受到太多负面评价的担忧消失了,他也不再那么抗拒在社交媒体上晒娃。 Jasper生日的时候大方晒出了全家福,陈小春一直是个脾气火爆的大哥倾向,在有了Jasper之后,陈小春改变了不少。 他自己也说有了他之后,整个人就没那么糟吧? 很多人都认为在Jasper面前,他应该扮演的是严妇的形象,但其实他最想跟儿子做好朋友,好兄弟,可是常常一急脾气就上来了。 也只有Jasper这个懂事,温暖的孩子能让暴躁的他立马冷静下来,开始发现自己的臭脾气,其实还更怕他像英才而告状。 很多人说陈小春和Jasper拍的不是爸爸去哪儿,是变形器,软蒙又有礼貌的Jasper总是能分分钟把陈小春的暴脾气化解。 节目里陈小春因为自己发露很多次脾气内疚都说自己是个坏人,Jasper马上原谅爸爸还安慰他说,爸爸不是坏人,是好人,总是把Daddy, I love you forever,挂在嘴边。 采访的时候,陈小春说新一季节目,离其他几个小朋友年纪都要小一点,希望Jasper能够学会照顾到其他小朋友,自己也会通过这个夏天的旅行更加了解Jasper。 参加这个节目对父子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又能一起成长的机会,因为工作,陈小春之前与儿子的相处时间不太多,上一季被问到自己对Jasper的了解打几分的时候,陈小春只打了一分,作为父亲,他有些内疚自己不够了解儿子,陪伴儿子的时间也不够。 但参加爸爸去哪儿后,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了许多,两个人之间也更加了解彼此,只隔一年之后再打一次分,他说最多也只能给自己打两分,因此同意继续拍摄爸爸去哪儿时,也是因为陈小春想再夺些两父子,相处的男儿时光,能再更多的陪伴Jasper一起成长吧。